作为一个职业画家 需要以画一样画 需要画的销售 我拿到钥匙 把画一拿进了堆到地上 还没有上墙 还没有整理 大家就开始有人买 之前我知道这个字吧 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收益 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多人会喜欢它 我是那个画家刘佐军 14年从山西到北京宋庄 就是中西结合 就是中国的传统水墨笔墨 西方绘画色彩 我是白芳芳 写现代诗歌 画油画也都有20年了 大约不到三年来宋庄 来宋庄之前我画的也是传统 到这里以后 我个人定义是写意有化 我叫杨帅 我之前上班 之前我是干UI的 我们也是很偶然的 然后来到了这个宋庄艺术市集 我是一个就是书法输出 当大家的一个手提 然后把大家想写的一些文案呀 心情啊 情绪啊 我们通过文字来给它表达出来 念了 念了 2023年这个宋庄 据宋庄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 成立一个中国宋庄书画集市 这么规模的市集 还是我来宋庄以后 第一次成立的这么一种市集 2023年对我人生是重大的转折 二月份我看七个自行车来看到这儿 再盖房子 再铺路 松庄要办市集 我非常的欢欣去 回去就跟姐姐经常会聊天 我说是这个市集会救火我 因为以前封闭 我也不知道我画的画怎么样 是否被认可 我这个拿到钥匙 把画一拿进了堆到底上 还没有上墙 还没有整理 大家就开始有人买 有人给我签订单 因为我之前的一份行业 是就是做办公桌 然后输出一些设计性的东西 到自己创业这个之后吧 大家愿意来找你去定制一幅 你自己写的风格的字 他们会在店里边选一些写好的文案 然后也会就是说 老板你在这儿现在给我写一幅吧 我记得我现在的第一个客户 就是香港的一对夫妇 她看了我的画以后非常感兴趣 也采购了很多 在放暑假的时候 小朋友不大 十几岁 完了以后 非要她妈妈买我的作品 当一个小朋友 她觉得我这个画很好看 我就很欣慰 刚开始走近了人不多 然后后来人留恋越来越多 就像国庆 已经是非常繁华的时期了 我去年是一个女友帮我带买的 就是买了大约就是个二十幅画 我今年已经买了两三百幅了 八年 当然从二三年来说呢 还是不是那么繁华 因为毕竟刚开始了 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有客也不太多 但是我相信呢 这种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 大家逐步的了解 文化市场会逐步的好转的 只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天气 或者是季节性的原因吧 如果来年肯定会越来越好 给艺术家们提供这么一个 比较完善的地方的同时 肯定会产生各种开修 但是艺术家也是在这个地方 因此而获益 大家相互带动吧 艺术家付出一些金钱上的东西 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22年来就住了半年 就那个院子就被拆掉了 然后我来宋庄两年半 搬了四次家 但是别人就说对拆是一种抱怨 我当时我是积极的心情 我觉得拆就是见破就是利 就是社会要发展 国家要发展 这个宋庄要发展 为了艺术家他也要拆 要重建 宋庄太多的画家 一个月生活费就两三百 其实我来宋庄之前 我跟这样的画家的水准差不多 打开门以后 没想到还很被市场认可 被年轻人认可 我觉得我经常会说 我打算在宋庄长20年 我只需要开这门 有客就会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